记者会上内政部长林又昌详细说明国人期待的平均地权条例草案配套新定五项执法 包括司法人许可制、预售物换约转售及检举制度等 其中关于业者关注的司法人买售住宅许可制 林又昌表示根据统计司法人原则上并无居住需求 不过2022年购买住宅户数却比2019年大增一倍以上 而且短期进出严重有必要加以限制 根据相关的一个数据显示 司法人持有住宅有短期进出严重的一个情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108年的时候非不动产及营建业法人持有住宅 在一年内出售转移的一个比例高达51.63% 接着到111年的时候已经成长到59.63% 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成长 也的确有短期进出的一个情形影响着国人的权益 所以在修法的时候必须要加以节制 至于限制预售屋新建成屋换约转售 也是防止买方以换约方式加价转售炒作牟利 因此限定签约后发生重大事故才可换约 内政部次长花敬群也特别针对不溯及既往提出说明 不希望因为打炒房的一个制度的一个推动 但是影响到一些过去不应该 他不知而受到权力受限的这样一个状况 这是第一个考量的前提 第二个重点原因是在于说 如果把塑网这个事情完全纳进来的话 那势必我们还是为了一定程度的信赖保护 我们必须要对于预售物换约提供更大的 可以许可的样态或形式 那这样反而会对于我们本来期待 对于预售物禁止换约的一个比较严谨的限制 产生了一些可能我们不希望见到的破口 最后则是检举奖金制度 牛厂表示为了避免腐烂检举 将采实名制并且有具体施政 每岸奖金最高一千万元 检举人应该付的相关的一个资料 包括他的个人资料 以及被检举人违规的一个情形 时间还有地点 以及足弓研判违规行为之具体试证的资料 奖金的一个比例 第一个是实收罚还的30% 另外每岸的一个奖金不超过一千万元 至于有学者认为平均地权修法有违宪之余 牛厂也以宪法第142条规定严正驳斥 强调修法是落实宪法规定 也是朝野和全民共事 政府会注意比例原则 用最小的手段实现住宅和土地正义 平均地权条例的一个修正 是为了其公益性 以及它的一个正当性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相关的一个比例原则 用最小的一个手段 然后来实现这个住宅 以及土地的一个正义 内政部方面表示 执法从即日起预告到5月15号共计20天 欢迎各界提供意见 预告完成后将依法制作业程序 办理后续发布事宜 并报请行政院核定施行日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